天主 是福福的根又无可阻 他要将力量和权柄赐予他的子民 因父及者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与你的心灵同在 杜敬义的叙述是讲耶路撒冷被控告 甚至差一点被判死刑 但就如同我们礼拜三所读过的第十五章 天主许诺 他会跟耶路撒冷在一起 今天我们会听到耶稣的确实现了他的许诺 特别我们读经的最后一句 官员以及民众就说 耶路撒冷不该死 因为他说的是天主的话 我们感谢天主的忠诚 天主的忠信 以及我们一起准备参加这个圣道礼 我们大家认罪 主耶稣 救赎我们是我们成为你心悦的圣上选民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是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天主仰望你的人 并蒙诸佑 离开了你便一无保障 一无是处 救你广施怜民 使我们在你的引导照顾下 善用事物 获享永生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 天主 耶稣基督 祂和你其圣神 永生永望 阿们 公读耶勒米亚先知书 司机和先知对官员和民众说 这人该死 因为他说预言反对这城 你们也都轻耳听见了 耶勒米亚答辩说 是上主派我预言这些反对圣殿和这城的话 你们都听到了 现在你们该改善你们的品性和作为 听从你们天主上主的劝告 上主必会后悔 而不再给你们讲灾祸 至于我 我在你们手里 你们以为怎样好 怎样公平 就怎样对待我好了 但是你们要知道 你们如果杀害我 便是给你们和这城 以及其中的居民 招来杀害无辜者的血债 因为的确是上主派我来 向你们当面宣布 向你们当面宣布这一切 于是官员和民众对司机和先知说 这人不该死 因为他是奉我们天主上主的名 向我们说话 祝你扶云我 求你把火救出泥道 不置沉没 救我摆脱仇敌和洪水的漩涡 没让红涛淹没我 勿让深渊吞灭我 别让陷阱掩埋我 天主你大慈大悲 求你扶云我 天主我痛苦悲伤 你的救助使我坚强 我要以诗歌赞美天主的圣名 以称谢宣扬天主的尊荣 天主你大慈大悲 求你扶云我 谦卑的人看见了 必要欢欣鼓舞 你们要寻求天主 必会满心喜乐 因为上主常怜悯贫困的人 从不忘记他被求的人 天主你大慈大悲 求你扶云我 唱阿里路亚赞美主 唱阿里路亚赞美主 唱阿里路亚 唱阿里路亚赞美主 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唱阿里路亚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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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与你们同在 给你的心灵同在 共读圣马头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 分风往黑落地 听到耶稣的名声 就对臣仆说 这人是喜着若汉 他从死人中复活了 所以在他身上才有这些奇能 原来黑落地为了 他的兄弟菲里的妻子 黑洛迪亚的缘故 逮捕了若汉 把他囚在监里 因为若汉多次对他说 你不可占有这个女人 黑洛迪亚本想杀死他 但又害怕群众 因为他们都认为 若汉是先知 到了黑洛迪亚的生日那天 黑洛迪亚的女儿 在宴会中跳舞 得到了黑洛迪亚的欢心 就发誓答应 他无论求什么 都要给他 他收了母亲的指使 就说 请把若汉的头 放在盘子里给我 王便忧郁起来 但为了誓言 和同行宾客之故 就下令给他 于是 财人到监里 长了若汉的头 把头放在盘子里 拿来给了女孩子 他又交给了母亲 若汉的门徒前来 领了尸体 埋葬了 然后去告诉耶稣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在福音的一开始 我们听到的是 黑洛迪的这句话 这人是洗着若汉 他从死人中复活了 所以在他身上 才有这些奇能 这句话其实有 很多的问题 我觉得 从各方面 为什么黑洛迪会认为 洗着若汉 复活了而是耶稣 从各个层面 都有一点 有一点问题 首先是犹太人 没有轮回的这个概念 所以也不太可能 他相信轮回 而且即便是轮回 我们知道 耶稣跟若汉 其实他差六个月 才六个月 那怎么可能是 会若汉 会变成这个耶稣 都不太合逻辑 那再来一个有趣的是 黑洛迪说 所以才有在他身上这些奇能 但是我们对 洗着若汉的描述 很清楚 他就是在旷野里的一个先知 他就宣告悔改 他就给人施洗 包括耶稣也说过他的洗 是一个当然就对耶稣来说是一个象征的 因为耶稣没有罪 但是我们没有听过任何记载 洗着若汉的什么奇能 或者是什么样的奇迹 除非我们把他的宣讲当作奇能 或者奇迹 但是没有其他的奇迹 那为什么黑洛迪这样觉得 也许背后 我们可以感觉出来是一种害怕 一种担心一种害怕 我们什么时候会害怕呢 不是有那个俗话是说 平日不做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敲门吗 意思是当我们做一些 不妥当的事情 我们就很有可能就会害怕 就会担心胡思乱想 会害怕 也许我们今天 可以学到 从这个福音当中 可以学到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当我害怕的时候 也许我要面对自己的那个恐惧 是来自哪里 而不是以其他的一些 各种的理论 各种的合理化的说法 来说服自己或说服他人 如果我有恐惧 我就承认 而且去面对 如果我是在这个 可能在道德上有一些 一些过失 那我们天主教徒也知道很清楚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叫和好盛事 可以跟天主重新的和好 天主给我们不断的 给我们新的机会 所以不至于 我们必须活在恐惧 或者罪恶感当中 现在我们一起向天主献上我们的祈祷 祝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祢 请祢知道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祢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主愿意以圣众充充满我们的心灵 是我们今天的举止 皆以祢的执意为准神 求祢帮助我们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小爱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圣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的力量 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 终生示托你 主 请祢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祢宣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亲友 及一切恩人 宣于教会手掌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指引 为众人服务 却能永生的天主 求祢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祢把分世其恩的安慰者圣神 请祝于我们 集结信友的心中 求祢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 求祢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 求祢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求祢我们最高的上职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请大家祈祷 圣经的愿怨祢我们的圣神 圣神的愿和希望 教徒在祢手中 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 我们的天父 愿祢的名受显扬 愿祢的过来临 愿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祢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饰料 求祢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将赴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的圣道礼义里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宝 感谢天主 春风水几十里白花香 春天以火力多奔放 圣地儿女脸上露出欢笑 喜起了痒痒 圣地应许使他有盼望 生命好似一地 若独传言就不知去想 何必为生命忧伤 心中有主亮光 重新得着力量 信赖耶稣 心中就有平安 让我们珍惜好时光 春天以带来信赖耶稣 神地儿女脸上露出欢笑 喜起了痒痒 神地应许使他有盼望 接受耶稣 接受耶稣的救恩 把握生命的方向 不再为明天忧伤 心中就有主亮光 明天充满希望 请来耶稣 心中就有平安